大家好,我是Chisha,歡迎收看安波足球快訊 星期五凌晨西班牙杯第四圈上演馬德里打比 馬德里體育會會主場迎接王家馬德里 兩隊今個月曾經交手過一次 王馬通過堅持擊敗馬蹄會 最終勇奪西超杯冠軍 球隊士氣如虹 面對近期狀態起伏不定的馬蹄會 王家馬德里贏球的機會率會比較大 馬蹄會今個賽季多條戰線激節連連 西甲暫時以38分位列第五位 歐估聯晉級到16強 最近進行的西超杯止步在準決賽 不敵王家馬德里 現在西班牙杯再戰同城死敵 馬蹄會再戰的壓力比較大 無可否認的是基斯文 摩拉達組成的雙戰投表現出色 兩個人各項賽事都有17球進帳 而基斯文還交出4次 助攻成為馬蹄會參與入球最多球員 但要留意近期表現可以發現 馬蹄會後防線注意力不夠集中 近六場各項賽事只有一場力保大門不失 期間單場試球率都至少3球或以上 而且這些比賽最終不是打和 就是輸球 換言之防守發揮欠階 是影響馬蹄會戰績的主因 西班牙杯方面 馬蹄會近五屆只有一次入到半準決賽 成績不算理想 而上屆將馬蹄會阻擋在準決賽門前的 正是金將對手王家瑪德里 心理層面上馬蹄會是不佔優的 所以金將他們都是不宜高估 陣容方面中場湯馬士利馬雙決 後衛曼達華為國出戰非國杯無緣出戰 另一邊上將大勝巴塞隆拿 王家瑪德里捧起了對市第13座西超杯冠軍 亦是一場復仇之戰 因為上一屆巴塞就是擊敗王家瑪德里獲獎盃 現在王家瑪德里全隊士氣高掌 上將雲尼斯浩斯、諾迪高高斯分別入三球和一球 這對雙箭頭的威力不輸蝕馬蹄會 更何況陣內還有帶領西甲射手榜的比林涵 而今次在戰馬蹄會勢必會上演對公好戲 今季西甲可以看到王家瑪德里防守 躁藝遠勝馬蹄會 0.58個失球灌絕西甲 就算後防線上有高徒爾斯 米烈泰奧和阿拉巴蘇要長時間休息 但魯迪加、卡華茲他們的表現亦可以打出好成績 上述兩個人前一仗甚至能攻破馬蹄會的大門 值得一看,王家瑪德里正處於21場不敗之中 期間戰車是17勝4和,都是法定時間內 勝率超過8成 球隊發揮穩定就是安策落堤執教攻架的體現 另外,王家瑪德里過去七屆西班牙杯 有六次至少能闖入到半準決賽 並且上屆打破連場八屆無法獲得冠軍的尷尬局面 相信今仗銀河艦隊王家瑪德里 應該有足夠的信心能夠取勝